首发出场,德赫瓦西森今天他发挥了正常的水平。 但面对贝瓦奈特的势能,他实在无能有力。 20元以后他出现又多分,令人非常意外。 他的表现投入越加能能保护好深厚的伴力。 不过伐奈特上来之后,他回到了熟悉的用后卫。 随后他的表现提升很多。 斯莫林八三做出了两次关键的拦截, 连续了对这南南普顿时的威力状态。 连德洛夫一发分开场后在小时里, 茉莲一直处于劣势。 不过他和斯莫林的组合,没有给女帮配机会。 但另一分他出现在又和卫月志上, 简直是个灾难,没有做对任何一件事情。 肖立分防守上非常紧张, 好像被大巴里的前方吓打了。 没有勇气发挥自己的正观才华。 连克托米纳里分今天他的劣质很靠后, 但并没有能很好的保护后防线。 他对外的是维拉帝, 这也许是表现对标的理由。 赫莫林五三在442阵型的左翼位置, 他看起来不太舒服, 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回自己的阵阀。 在进攻中,几乎没有贡献。 弗雷德八分这可能是他在那里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场比赛速度快。 人机球队出色, 可能对方很大压力。 拉时福德基分上半场他的射能造成不逢失误, 帮助努卡库, 帮助了第二粒进球。 下半场表现比较成绩, 最后绝杀了大巴里。 鲁卡库9分令人能以置信的复苏。 他保持了最近的忧郁状态。 他居败了第二哥西瓦瓦和布芳。 第二粒进球鼓舞着球队创造奇迹。 替谱出场, 达瑞特7分上半场替谱上场后, 差点进了一个球。 帮助球队赢得了点球。 跟塔西6分上场时, 结果结束了。 格林五德登恩上来了首秀。